那那些血呢 是我做的手脚 真的 我趁九姑奶奶和小姐说话的时候 打在了她的脖子上 打晕之后我用的是巧劲 看着肿 其实没有伤到皮肉 那就好 朱绍 你给她找个大夫吧 别让九姑奶奶知道了 折腾了一天 我也累了 你们出去吧 诺 走吧 邵总管 小姐应该还没有惩罚过别人 还是下不了狠心 小姐是朱府唯一的血脉了 她要不狠一点 将来谁带着我们朱府往前走啊 说总管 这些事 太为难小姐了吧 放心吧 小姐不是脆弱的人 自己会想通的 走吧 九叔 老头子让我当这个家 我必须尽快适应这个新身份 都快没时间去想你和阿皇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赚到足够的钱还债的 元兄啊 实在是抱歉 我没想到她这么难请 连我母妃去请都没请过来 既然她不出来的话 我就进去 元兄是想半夜翻墙 惠佳人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啊 这传出去 成何体统啊 这又什么呀 痴心狼未见心上人一面 不顾安危 这多浪漫啊 我跟你说啊 我逐一已定 我每天对她日思暮想 再见不着她 我会疯的 互相 这里应该就是 珠府孙小姐的院子了吧 别动手 我是金城守卫府的公子 在追台的时候 我还帮你们家小姐打过架呢 转过来 我打着他们 你们快走 备何要半夜偷偷闯入珠府 你比在酒楼那天更美 不是 在家园崇 江府是金城守卫 不是 不是 我就 我熟作宾书去年一中进士 我尚无婚配 更为娶妻 我过几日就要返家 你 等一下 我走着前我就像金库娘一面 我喜欢你 返家以后 我会叫人过来向你提亲 你认错人了 不过感谢你在追一台出手的份上 我就放了你 我没认错人啊 那天在追一台临起酒坛 把吴老虎砸晕的人就是你啊 虽然说你换了一身男装 但我一眼也认出来了 原来 原来 他不是冲用孙小姐来的 在下对姑娘是一见倾心 所以 所以 我这几日 想尽一切办法 就想见姑娘一面 所以我才翻墙而入 有些冒昧 希望姑娘 不要介意 你走吧 你下次再敢翻墙进来 我会绑了你交给衙门 想必守卫大人 也丢不起这个人 我 我的的确确对姑娘是一片真心啊 我就想得到姑娘一句答复 我再走 在下所言 句句肺腑 如有半句假话 天大雷劈 灯涂浪出 我知道翻墙而入直言不讳 的确梦让一点 可 可是我对姑娘 我 我的的确确是一片真心啊 你快走吧 别打扰我家小姐书家 不行 我 我好不容易才翻墙进来 没有让你喜欢上我 我是不会走她 姑娘 你刚刚说你们家小姐 你不就是诸府的孙小姐吗 不 不是也没有关系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你小姐的身份 真的真的 你要相信我 你终于相信我说的话了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不是孙小姐这个事 绝对不能漫传 否则我杀了你 你放心 我的嘴可言了 莲姨 她那事我谁也没说 你认识莲姨客 不 我不认识啊 没听说过呀 我要去见她 我要去见她 听说莲姨客 最常出没京城一带 公子是守被俘的人 想必认识的人也不少 可知道莲姨客的下了 姑娘 我 我真的不认识她 那公子请回吧 希望公子能信守承诺 那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想谢谢她那天一见相救 如果公子遇见她 告诉她 有空来趟苏州 有人想见她 你想见她 你 你该不会因为那一见 你就喜欢上她了吧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死了这条心吧 她 她心里早就已经有人了 公子遇见她 告诉她便可 其余的等她来了再说 我遇见她 我也不会告诉她 你等着啊 我还会再来呢 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的 这种新年讨论 周园护的 Geschleci 你说她 你去帮她 我帮她 去找她 我都听到喽 小姐听到什么了 我听见她说她喜欢你 家是不错 长得也不烂 又敢大声说喜欢你 这男的还行啊 小姐 我是不会嫁人的 以后别再提这事了 为什么不会嫁人啊 我是要保护小姐一辈子的人 女人太软弱 也不够坚强 而且我从小就把自己当男人看待 可你毕竟还是个女人啊 那女人不嫁人没关系 可是有个男人喜欢 也是很幸福的事啊 那小姐喜欢连一科吗 我听原公子说起连一科的神态 她可能认识连一科 要不下次她再来的话 我帮小姐编问出连一科的下落 我和连一科还是不见为何 为什么呀 如果她知道我没死 变成了朱府的孙小姐 会告诉七王银和莫府吗 没什么 老头子不是要我开源节流 想办法为朱府赚钱吗 我忙这件事都来不及了 哪有心思谈情说啊 那赚钱一事 小姐可想到好法子了 方法是想到了几个 明天把朱府诸说叫来吧 我还得跟他们商量一下 那小姐也早点休息吧 你也是啊 做生意 做 王一姐 行 小姐啊 你想把钱借给穷人 既不开源也不节流 我们还得自己贴好多银子进去 而且还要担心他们 能不能按时还这个钱 你说这万一他们还不上这个钱 我以前做乞丐 瞒着九叔做生意的时候 最缺的就是一开始进货的钱 后来生意慢慢顺了 缺的又是扩大经营的钱 我那时候就在想 要是有人肯借给我这笔钱 六分利息我的钱